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昨天就买了鱼回来,但是零食有点事出去了 今天孩子炒着要吃 所以咱们今天就用它来给家人做一份非常好吃的美食 先把鱼整理一下,用剪刀剪掉它的鱼鳍 再用一把刀在鱼的表面切上一个十字花刀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把反面,同样的也切上十字花刀 打上花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这会儿我们再来切一块生姜 把生姜切成生姜片 切好以后再把小葱白斜切成片 切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把刚才剩余的葱绿 折点起来以后直接切成细丝 一根彩椒,把它也切成细丝 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直接用小米椒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用彩椒代替 这会儿咱们还需要一点生姜丝 先切片,然后切成丝 尽量切得细一点 切好以后,装进小碗中备用 这会儿咱们来处理一下鱼 把鱼装进一个大碗中 很多朋友在腌鱼的时候都会用盐腌一下 但是腌鱼的时候用盐是不正确的 加一点盐会破坏鱼肉的鲜嫩感 口感会差很多 而且很多朋友会加一点料酒 但是料酒只适合在加热的时候使用 如果不加热的话直接加进去 鱼会更新 所以盐和料酒是千万不能加的 这会儿就需要我们的神奇拉 一罐啤酒 直接把啤酒倒进鱼上边 倒的时候稍微多倒一点 可以把鱼直接泡起来的这种 再把之前切好的葱白还有生姜加进来 把鱼浸泡5分钟左右 然后给它翻个面 再次浸泡5分钟 全程腌制10分钟左右 用啤酒腌出来的鱼 不仅鱼肉鲜嫩 而且腥味全无 吃起来特别好吃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调一点酱汁 小碗中少加一点点盐 然后倒上适量的蒸鱼豆豉 用勺子稍微搅拌一下 把盐直接搅化 搅化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盘子里边摆上一点葱片还有姜片 这样鱼肉不仅不容易粘盘子 而且吃起来味道更加鲜美 然后这会儿把鱼直接捞出来 这会儿也不用清洗 直接把鱼放在盘子里边 锅里边水烧开以后 再把鱼肉放进去 这也是鱼肉不腥的另外一个小技巧 盖入盖子 蒸10分钟左右 鱼肉就可以蒸熟啦 把里边的汤汁全都倒掉 然后把之前切好的彩色三丝直接铺上去 铺好以后 再浇上我们之前做好的酱汁 再用刚熟的热油 直接铺在鱼上边 激发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哇 闻着好香啊 像这会儿 一道非常好吃的蒸鱼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做出来的鱼非常好吃 鱼肉非常的鲜美 吃的时候可以沾上一点汤汁 吃起来更加美味 用这种方法做的鱼 孩子非常喜欢吃 肉质鲜美 腥味全无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转发试吃吧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